考虑到部分行业和市民仍面对经济压力 以及政府今年的财政状况 我们会推出以下措施 一、宽减2024、25年度首季的住宅物业差响 以每户1000元为上限 估计涉及308万个住宅单位 政府收入将会减少26亿元 第二、宽减2024、25年度首季的非住宅物业差响 亦都是以每户1000元为上限 估计涉及43万个非住宅物业单位 政府收入将会减少3亿7千万元 第三、宽减2023、24货税年度 百分之百的身讽税和个人入息货税 上限是3000元 全港206万纳税人受惠 有关的扣减会在2023、24年的货税年度 最终应缴付税款之中反映 政府的收入将会减少51亿元 第四、宽减2023、24年货税年度 百分之百的利得税 上限也是3000元 全港16万家企业受惠有关扣减 会在2023、24货税年度的最终应缴税款反映 政府收入将会减少4亿3千万元 以及第五、向领取社会保障金的合资格人士 发放金额相当于半个月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标准金额 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 或者是相残津贴 以及在职家庭津贴计划 也会作出相应安排 涉及的额外开支合共约30亿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黎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人有声 感谢观看